拜登提1.8兆美国家庭计划法案 落成连环枪手与警方激烈追逐遭几亿 苹果系统更新 或重创广告业 各位观众晚安 欢迎收看4月2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我是于心伦 拜登今天向国会发表了上任后 第一次国情咨问演说 核心的内容则是总统提出的 两个庞大的开支法案 1.8兆的美国家庭计划 与2兆的美国就业计划 如果法案获得通过 这将成为美国自1960年代以来 对社会福利最大的改革 然而其庞大的开支令很多人不满 对此共和党表示 拜登的政治议程在极座的道路上 他不仅向那些在疫情中不幸死亡的民众表示哀悼 还展示了白宫在防疫方面做出的成绩 但最重要的是 总统提出又一项价值1.8兆的美国家庭计划 为儿童医保 教育以及家庭休假提供资金援助 该法案加上超过2兆美元的基建升级提议 这让拜登下一步计划的总支出 已经达到了4兆美元 在拜登总统发表演说已先 听到消息的共和党人就表示了强烈质疑 他们认为拜登狮子大开口 令政府开销过于巨大 对此白宫方面表示 这4兆美元都将来源于对富人和企业的征税 不影响中产 但共和党在拜登演讲后将立即进行反驳演说 此外 拜登首次国情咨文演说也创造了历史 首次两名女性坐在总统的后方 分别为副总统贺锦丽与众院议长佩洛西 同时因为疫情影响 本次只有200人出席 少于正常时的1000人 随着全国接种新冠疫苗的人数越来越多 卫生专家指出疫苗的有效性 已超过了临床测试时的数据 因此持续呼吁民众确保完成两剂疫苗的接种 与此同时 全国的7天平均日增病例数已降至多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白宫镇计划向国外出口6000万剂阿斯利康疫苗 全国接种新冠疫苗的工作 正不断取得新的里程碑 而专家指出 在疫苗开始普及后 他们发现 疫苗的有效性超过了临床测试时的数据 根据最新的数据 全国目前的7天平均日增病例数 为5周以来的最低水平 而与新冠病毒相关的平均日增死亡人数 则为自去年夏天以来最低的水平 白宫开始计划 支援其他国家的防疫工作 国务卿布林肯表示 让全球接种疫苗 也关乎了本国安全 白宫正制定计划向其他国家出口6000万剂 阿斯利康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白宫方面目前已加入到国际社会 向印度提供抗疫援助的行列 由于疫情反扑 印度的病例暴增 导致当地急需的医疗用品严重短缺 洛杉矶今天凌晨发生多起枪击案件 两名受害者不幸丧生 洛杉矶警方在接获报案后 对嫌犯进行了大约三小时的追逐 在途中嫌犯曾与警方交货 最终警方将嫌犯击毙 警方在今天表示 初步推断此次的枪击案件 属于没有针对性的随机暴力行为 洛杉矶警方在近日凌晨 与枪击案的嫌犯展开激烈追逐 去警方声明 该辆白色吉普车的司机 在短短30分钟内连伤3人 其中两名受害者不幸当场死亡 在案发过后 枪击案的嫌犯驾车逃离 并在地区的高速公路上与警方展开激烈追逐 在一番努力过后 特警成功将其逼入死角 然而即使部门请安了嫌犯的家属 但案件的谈判工作最后已失败告终 洛杉矶警方在近日声明 此次枪击案的犯罪嫌疑人 是一名四五十岁的中年男子 然而至于该名男子的身份 以及具体作案动机 执法部门暂时还没有给出任何答复 疫情期间 美国市场最大的赢家就是科技公司 而今天在苹果公布的财报中 公司净利润比去年同期上涨了50%以上 其中Apple的明星产品iPhone 上个季度销量上升66% 在另一方面 苹果昨天推出了最新的iOS系统 更加注重用户个人隐私保护 然而这可能将对广告业造成巨大的打击 今天上午 苹果公司公布了2021年1月到3月的业绩 过去这个季度中 公司的净利润达到236亿美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一倍以上 盈利也攀升了54% 达到896亿 而Apple在去年秋季推出的四款iPhone 12 创下了自2014年iPhone 6上市以来的最好销售业绩 销量上涨66% 总销售额达到479亿美元 对此投资专家认为 本季度的优秀业绩为2021年财年开了个好头 很有可能推动苹果市值在明年超过3兆美元 而居家防疫让很多人都想更新自己的手机与其他电子产品 极大推动了苹果公司的销售额 然而苹果最近推出的手机与iPad操作系统则在广告业引发了极大的争议 据了解 iOS 14.5在昨天正式上线 其中的新功能包括戴口罩也能面部解锁等 然而最重要的功能是苹果加大了对用户隐私的保护 以往社交媒体会自动记录用户的数据包括浏览内容 年龄消费活动以及所在地点等将这些数据打包卖给广告公司 让他们可以给用户精确投放广告 虽然用户可以禁止这些程序搜集数据 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这一设置琐碎麻烦 而iOS 14.5则直接显示选项 让用户可以轻易关掉手机软件的数据收集工作 对此 很多用户认为 苹果新系统是对用户隐私极大的提升与保护 然而中小型广告企业无疑将遭受巨大的冲击 那些拥有海量数据的大型公司 例如脸书与抖音会遇到多大的挑战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据了解 脸书90%以上的收入都来自于广告 2020年总广告收入达到840亿美元 对于苹果系统的更新 脸书表示强烈反对 德国最有影响力的9家媒体与广告行业协会 也向德国反垄断机构投诉苹果 称iPhone新隐私政策是一种垄断行为 印度新冠肺炎病例激增累计死亡超过20万例 目前正面临氧气不足 医疗人力和设施短缺的困境 而更加雪上加霜的是 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 今天发生了六级浅层地震 部分建筑受到破坏 印度东北部阿萨姆邦28日发生规模六级地震 镇央位于古瓦哈提市东北方97公里处 镇圆深度40公里 属于浅层地震 当局并未发布海啸警报 其他东北地区和附近的布丹山区 出现多次强烈震感 稍早前 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将此次地震规模定为6.2级 印度国家灾害管理局 正在评估地震是否造成破坏和人员伤亡 阿萨姆邦卫生部长萨尔玛 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地震造成的 房屋墙面出现裂缝的照片 许多人在地震当时吓得逃到户外避险 对当前印度来说 另一个棘手问题是新冠疫情 印度卫生部28日公布的数据显示 该国新冠累计死亡达201187例 已连续7天新增病例超过30万例 当天印度新增确诊和新增死亡病例数 均创下疫情以来的新高 由于疫情不断恶化 印度多地床位、氧气、药品等医疗资源告急 在一些受影响最严重的城市 实体只能被送到临时设施火化 专家警告说 此轮疫情远未达到顶峰 到5月第一周 每天新增确诊病例 可能会飙升至50万人 现在许多国家已取消 由印度起飞的航班 以防止变种病毒入侵 东京奥组委、国际奥组委、国际残奥组委、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 今天举行了五方线上会议 讨论还有不到三个月就要开幕的东京奥运会 而关于观众数量的问题 将由原定的4月底推迟到6月份再做决定 并且不排除在零观众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 东京奥组委主席乔本胜子 在今天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由于日本的疫情反弹 将不会排除在空场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 今天距离东京2020奥运会开幕还有86天 距离东京残奥会开幕还有118天 因此国际奥委会、国际残奥会 东京奥组组、日本政府和东京都政府 今天商定了一系列措施 以应对在奥运会期间可能出现的新冠疫情 五方从今年2月最早出版的 《东京奥运会防疫手册》出发 进行了新的审核和修改 纳入了参加奥运会的个人 在日本必须遵守的新规则 其中就包括了所有参与飞往日本之前的人员 都必须进行两次新冠检测 每天都必须对参赛的运动员 及其有国接触的人员进行检测 持续的日期将根据体育赛事的时间表而设定 所有的参赛选手都必须乘坐专用的车辆 也不允许在日本的旅游景点参观 不准外出购物 并且不允许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所有运动员都必须在限制区域内用餐 包括使用运动场所以及食物外送等等 如果发生与阳性病人的密切接触 并且发生的地点在酒店房间或车内等密闭空间 病例将会交由日本卫生局确认 此次包括乔本圣子以外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也参加了会议 五方一致认为 关于日本本土观众数量的问题 将会在原本预定的4月底宣布 改为在6月再做决定 而乔本圣子更是表示 如果疫情发展使医疗系统出现问题 为了将安全放在最高地位 那时我们将必须决定 在没有任何观众的情况下举办奥运会 日本目前本土地区的疫情大幅恶化 包括东京都、大阪府、京都府和兵库县 这四个人口重症 都从上周日开始进入了第三次紧急状态 截止至今天 日本因为新冠病毒死亡的人数突破了1万 而从5000人到1万人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 全日本疫苗接种的人数 只覆盖了其1.6%的人口 完整接种疫苗的人数更是仅有0.7% 三星电子28日表示 已故前会长李建锡的遗注将缴纳超过12万亿韩元继承税 约合110亿美元 这将刷新韩国历史上最高额继承税记录 又他们预计李在荣等人将会选择在未来5年内分6次矫情 三星集团创办人李建锡去年过世 留下价值近210亿美元财产 主要是持有三星电子股份 大量的艺术品收藏 以及若干房地产 韩国遗产税的最高税率为50% 但是对于大企业主控人员而言 税率将达到60% 李家今天发布新闻稿说 较轻所有税负是尽国民的义务和责任 李家还打算捐献一兆韩元给医疗机构 并捐出约2.3万件艺术品 这些收藏品中包括60件 被南韩政府列为国宝级的文物 将成为韩国国立中央博物馆的典藏 另外 夏卡尔·莫内·毕卡索的作品 则将捐给韩国现代美术馆 李家若不捐出这些收藏 就得缴纳这些收藏品的继承税 李在荣等人将会选择在未来5年内 分6次绞进的方式 华尔街日报援引韩媒消息表示 李在荣正在寻求一笔5000亿韩元的个人贷款 用来支付高额的遗产税 对于外界关注的三星集团持股 李氏家族表示不会卖出 创办三星的李氏家族仍将持有控制权 李建西在世时曾利用各种方式来进行继承手续 即使需支付金额庞大的遗产税 仍避免出脱集团持股 并让该家族持续掌控控制权 圣地雅各市发生了一起跳楼亲生者压死无辜路人的惨剧 警方表示跳楼男子的身份目前仍在调查 而无辜被压死的路人是一名29岁的女子 案发时她正在约会 但同行的友人则并没有受伤 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 给死者的亲友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位于圣地雅各市中心的这一案发地点 现场摆满了鲜花与蜡烛 纪念上周日晚间 在此无辜身亡的29岁女子泰勒卡丽 死者的老板表示 她与死者一起工作了8年多 死者20岁时 就开始在她的公司当实习生 而多年来 两人的关系越来越亲密 警方表示死者在案发时正在约会 而一名男子从案发地点 这座停车场的顶楼跳下 直接压在死者身上 导致她当场死亡 而跳楼的男子则被紧急送往医院 但由于伤势过重 不幸身亡 据介绍 警方目前尚未确认跳楼者的身份 而案发时与被押女子在一起的友人并没有受伤 据悉被押女子原计划在本周末和她的朋友以及她的父亲一起庆祝30岁的生日 不料这场意外导致她们天人永别 死者的老板表示 死者生前就签署了器官捐赠 而这也证明了她的胸怀宽广 目前警方仍在对整起事件进行厘清 但死者的老板希望人们记住死者善良的一生 而不只是她的意外死亡 这就是我希望的 这不是这个悲伤 她是这么多的 她是一个人生命 她是一个人生命 在这么多方式 北加海湾地区一名89岁的老人 数周前接种了辉瑞疫苗 然而地区的医疗机构 却失误地为她接种了第二剂莫德纳疫苗 虽然家属对此次事件深表不满 但该名老人的身体 目前没有出现任何异样 疾控中心也表示 注射两种不同的疫苗 对于人体来说应该并无大碍 居住在海湾地区的一名89岁老人 在近期上到了宝贵的一刻 据悉该名老人第一针 接种的是辉瑞疫苗 然而由于工作人员的疏忽 当地医疗机构却在第二站的预约时 为她接种了莫德纳 即使如此 老人的家属也对此深表不满 据悉 为老人接种莫德纳疫苗的 是索诺拉当地医家保健中心 老人指出 她的疫苗接种卡上明确说明 她第一针接种的是辉瑞疫苗 疾控中心在本周表示 辉瑞和莫德纳两款疫苗 采用了相同的mRNA核酸技术 因此注射两种不同的疫苗 对于人体来说并无大碍 截至目前 该家保健中心对于此次的事件 暂时还没有做出任何回复 欢迎回到华语电视晚间新闻 来看今天的前进华尔街 好的主播 我现在纽约为您带来 4月28日星期三 美国股市的收盘情况 开盘时三大股指涨跌不一 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 投资者们逐渐消化 大型公司的企业财报 道指在中段下跌了120点 总统拜登将在今晚 发表他上任100天以来的 首次国会演讲 演讲的内容涉及 以家庭为目标的援助计划 总金额为1.8万亿美元 计划的资金 拟定将以增加富人税收的方式获得 但是预估该计划将会在国会受到阻碍 联署局今天在议息会议之后 宣布维持利率以及买债规模不变 消息没有令华尔街感到意外 道指维持下跌100点左右的走势 但是之后鲍威尔发表言论称 现在并非联储局 缩减量化宽松措施的沟通时机 这个消息刺激道指的跌幅收窄 标普外指数转涨 并且在创下盘中的历史新高 收盘前市场再次消化了 联储局释出的讯息 三大股指均有不同程度的下跌 道匈斯指数在今天收盘时 暴33823点下跌了161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报14051点 下跌39点 标普外指数则下跌了3点 最后收报4183点 经济数据方面的消息 抵押贷款银行协会公布了 上周的抵押贷款申请指数 下跌2.5% 职业指数下跌4.8% 转按指数下跌了1.1% 30年期的固定抵押贷款利率是3.17% 商务部公布了美国3月的商品贸易逆差 扩大到了906亿美元 市场原先预期是880亿美元 期内的进口上涨6.8%至2326亿美元 出口攀升了8.7%至1420亿美元 创下了2018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各股方面的消息 波音公司公布了上季亏损5.37亿元 去年同期亏损6.28亿元 连续第六季录得了亏损 美股的亏损是0.92元 经调整之后的美股亏损是1.53元 期内的收入是152.17亿元 按年减少了10% 那么在今天收盘的时候 公司股价收报 每股235美元下跌了2.8% 微软昨天盘后公布了上一季的营收 年增19%来到了417.1亿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410.3亿元 是微软自2018年以来最大的单季成长率 部分归功于去年疫情引起的PC短缺 导致今年的销售增加 微软本季的营收预期 将介乎于436亿至445亿元之间 以终止估计成长率达到16% 同样也是好过市场的预期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股价收报每股254美元 下跌了2.8% 星巴克昨天公布了上季的获利是 6亿5940万元 是去年同期的两倍 折合每股的获利0.62元 高于分析师预期的0.53元 营收上涨了11.2% 达到了67亿元 低于分析师预估的68亿 星巴克在美国的铜电销售额上涨9% 恢复到了疫情之前的水准 星巴克的第二大市场中国 铜电销售额暴增了91% 但是年减50% 星巴克提高了全年的猜测 年营收从先前预估的280亿到290亿 上修为285亿到293亿元之间 在今天收盘时 公司股价收报每股112美元 下跌了3.2% 以上就是三刀TV记者赵璐 在纽约为你带来的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赵璐 以上就是今天4月28号的华语电视晚间新闻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雨昕伦 在新闻的最后 要祝您有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